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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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会遇到你 没有你 一点也不扎心 有了你凌乱我的神经 Hey Hey 我到底得罪了谁才 遇到你 对的我没了脾气 反通了你 有多么话都不靠近 我不想你 谁想你让谁想去 我谢谢你放过我可不可以 我早已走到屋里 我开始怀疑人生 可为什么偏偏爱上了你 我不想跳进你的壳里再逃不出去 我的心不反映你 可偏偏我和你有了一种奇怪的默契 去的小酒 你忍不开 是你忍不开 你忍不开 你忍不开 我 你忍不得 你忍不开 你忍不开 我忍不开 我 你忍不开 你说是不是平时亏心事 多多了 现在毕竟不是 人见人爱的社会了 人在做天在看呢 有些小人行径啊 还是收敛点好 这依我看哪 这还是家教的问题 你说这当妈的 平时是怎么教 丹菲 你到底有没有 抢克尔的男朋友 你跟妈说实话 妈 妈 堂克尔行案 自己没有能力 hold住男朋友 还博取一大堆人的同情 自己做错事 不懈反省自己 还指责别人 他们说得没错 你就是没骂交 我不想你这样的骂来教我 从小到大 你教过我什么了 你什么都没有给我 好 既然你觉得我错 那我就错给你看 你 世上居然会有这样的人 自己的妈妈就在眼前 居然可以当作毫不相干的一个人 这也隐藏得太深了吧 阿姨 你头疼好点了吗 我没事 就是被弃的 可儿啊 是我叫你无方 如果丹妃 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 我在这儿替他跟你说声对不起 没事 您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我相信霍宾 真正的爱情 不会那么容易被抢走 妈 你先歇会儿 霍宾 你跟我说句实话 还月薪没停 是不是跑不住了 崔丹妃有句话 我很在意 就是你爸爸 辛苦创立一辈子的产业 不能全都落入他人之手 你爸的在天之灵 也不会大样 稍微不停 现在往显 我不能赴G Instead 像我们坐 nhất的 你 Suzanne 你 叫我 下不完的雨 就像爱哭的你 远远的跟着我 有些闹有些烦的你 所有的快乐 都来自你 如果我难过 也都是因为你 跌跌撞撞寻你 我相信你从未离去 你带欢笑你的委屈 牵动着我一份情绪 流淌的浓烈是你的真情 付出了我孤单的心 是你 世界上无可替代的你 是你 让我抛弃一切向你 狂奔去 不能没有你 哪怕全部都失去 没关系 只要一起 是你 世界上无可替代的你 是你 让我抛弃一切向你 狂奔去 不能放下你 哪怕全部都失去 没关系 只要和你 是你 让我抛弃一切向你 是你 让我抛弃一切向你 狂奔去 不能放下你 不能放下你 哪怕全部都失去 没关系 只要和你 一起 你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幸福结局 你 让我抛弃一切向你 你 让我抛弃一切向你 你 让我抛弃一切向你 我的静子 我抛弃一切我靠你 我的静子 我抛弃一切 你 他们这标准 你 我们这边 什么 陈助理要帮着保海悦新媒体 他脑子犯昏了吧他 这坏人当到底啊 这捅人一道再给人送药 才怎么回事 反正我从爱结集团内部 打听到的消息就是这样 我好不容易才把海悦逼上绝境 眼看就要收购他们公司了 这又出这种幺蛾子 好像听说是那个叫崔丹菲的主播 逼着陈助理保住海悦新媒体 她是陈助理的女儿 喂 陆湘 可儿 你现在没事吧 我没事 那火饼说跟你分手的事 分手是两个人的事情 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可儿 你这种状态 反而让我更耐心你 我想去个地方 你能不能带我去啊 好的 晚上过来接你 嗯 对对对 就是这个风法 嗯 你需要的针线呢在桌上 我先去忙 你有事的话再叫我 嗯 嗯 他们都说 女孩如果穿上自己缝制的婚纱的话 那 她一定会收获最美的爱情 和平怎么可能跟我分手呢 她看起来 是有点孩子气 但是说到爱情 你知道她比谁都认真 我们好像没那么少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她现在公司也快倒了 要钱没钱 要什么没什么 你图什么呀 在你眼里 有利可图两个人才可以在一起是吧 爱情 爱情你懂吗 爱情就是 就算它一无所有 我也要奋不顾身和它在一块 对了 你是冷血动物 你怎么可能懂 我猜 你应该没有爱过别人吧 我告诉你 你那些什么所谓爱情 都是假乡 还有 海月新媒体我志在必得 你别坏我的好事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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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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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n Sang 就什么 是你了 对了 好 对吗 哥 我 既然选择了在一起 就不要轻言放弃 不要变成让我瞧不起的闹钟 谢谢 怎么样 这身衣服漂亮吧 我要是 穿这身衣服 去跟货彬求婚的话 他一定会答应的对吧 祝福我吧 康儿 答应我 你一定要幸福 我会的 康儿 康儿 什么情况 霍斌 你看这件婚纱美吗 是不是比你让徐亚摩批的那件 漂亮多了吧 我觉得 这是每个女孩 最幸福的时刻 所以 一定要让自己心爱的人 看到我最美的一面 霍斌哥的电话打通了吗 我正躺着呢 别着急 别着急 我正录着呢 我一会儿就把视频给霍斌发过去 霍斌 我等你来牵我的手 我们这一路从来 发生了那么多事 经历了那么多风雨 都还一直在彼此的身边 这一次 你也会在我身边的 对吗 你还在这方面 你还在那里 可儿 霍宾 你说得对 霍宾爸爸辛苦创立一辈子的产业 不能就这样全没了 必须得尽力保重 无论以什么方式 好的 阿姨 哥儿 就当我这个当妈的 求你了 你放手好吗 为了我们爱结集团 你就做一件好事 行吗 妈 你在说什么呀 我知道 我怎么组织你们俩在一起都没有用 所以 阿姨 我只能求你们 我求你们了 我求你们了 妈 你在干什么呀 求你们了 你别这样 阿姨 阿姨 妈 你先起来 妈 我不起来 除非你现在就答应我 等此一旦非定婚 不然 我就不起来 妈 你别逼我 你爸爸的产业能不能保住 就看你今天的决定了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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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我活病 现在宣布 跟崔丹妃订婚 从这一刻开始 崔丹妃就是我的未婚妻了 汤克尔小姐 从今天起 我们之间 再无夸可 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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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儿怎么了 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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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可儿 怎么了这是 可儿 可儿 你怎么了 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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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喝茶 谢谢 可儿她 我帮你去看一下 可儿醒了没 好 谢谢 陆总 你等会儿啊 麻烦了 可儿 可儿 你醒了 我们大家都担心死你了 我没事 我睡醒了 你查什么呢 我突然想起唐氏基金会的负责人刘嘉欣 我在英国跟她见过面 这几天她回国了 我准备一些文件 看她有没有兴趣投资海月新媒体 如果她投资的话 我们公司就有救了 我出去一下 啊 可儿 这是怎么了 在山水间 寻找属于自己的幼琴天壁 暂去选内广告绕观中 青山的危险 哇 明白想要灯灯灯 应该睡过 倾听大自然 最原始淳朴 却丰富多彩的声音 港眼看天下山水传奇 中二期早上 可儿 我没事 我知道会不会为难 她这么做 是为了保住海月新媒体 但是保住海月新媒体 还有别的方法 我会去找唐氏基金的负责人 事情会有转机的 刚才的方案尽快做好 好的 别挤 别挤 往后退一退 别挤了 别想演啊 踩到人了 刘总 没事啊 没事 伤到哪里没有 不要紧 没什么事 哥 你找我呀 当初你为了和可儿在一起 还跟我打了一下 现在算怎么回事 竟然和崔丹妃订婚 你 怎么了 怎么不还手啊 我是该打 所以不还手 早知道现在这样 我就不应该放弃追可儿 你知道现在可儿成什么样子了吗 可是没有办法 事情都发生了 现在崔丹妃是我的未婚妻 已经这样了 今后怎么样 就自愿吧 陆总 我们的钱 现在掉不出来啊 为什么 我不是已经签字了吗 因为 在华之波没有我的签字 钱你当然拿不出来 那是我带来的资金 钱进了公司就是公司的财产 要有完善的财务制度 我只是想把霍斌的钱还给他 还给霍斌 疯了 那本来就是陆家的钱 霍华诚一手创立了埃及 我和小兴的钱都已经投进华之波了 霍斌的钱应该还给他 不行 现在华之波正准备上市 急需资金 霍斌也同样需要资金 还越等着这笔钱去救呢 那个败家子 大嫂的钱不是拿给他了吗 不照样被他败光了 那还不是因为你 背后搞小动作 害得他们赔偿了巨款 他 既然出来做生意 竞争肯定有 他守不住是他能力的问题 总之 花之波即将上市 钱绝对不能从花之波拿出去 好 霍斌 阿姨这两天气色好多了 心情好呀 就是不一样 霍斌 我们订婚的事情 要不要订一下酒席啊 霍斌 随便吧 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讲的吗 为了尊重 你妈我必须得见 跟你妈联系一下 如果她们知道我妈是个清洁工 她们会怎么想我 丹妃 丹妃 阿姨 是这样 我妈最近好像挺忙的 我跟她去约一下时间 可以吗 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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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到门口了不进去坐坐 我也不是找你的 那就是来找你妈了 她这个时间在我这儿 走吧 妈 我都跟你说过了 不要再做清洁工 你为什么还要做 你没钱我可以给你 我没觉得我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挣钱 有什么不好 你的钱是你的钱 我自己能挣 那我爸不是也可以给你吗 我说过了 我不需要 你这样要我怎么跟你说吗 妈 我 让你怎么样 让你见不得人了吗 你有个清洁工妈妈 就这么见不得人吗 哎呀 你妈可比你有骨气多了 我们母女说话你插什么嘴 妈 这是我给你买的新衣服 霍宾妈妈说要跟你见一面 谈一下订婚的事情 牌子货很贵吧 这是浪沙 专门是你这个年龄的衣服 跟牌子不牌子有什么关系啊 你是嫌我平时穿的衣服 不够上档子 难道我不穿贵的衣服 你就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介绍我了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丹妃 妈妈就是底层出身 你也是贫苦人家的孩子 这些不是靠包装能改变得了的事实 另外 爱情 不应该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定婚宴 我是不会去的 妈 妈 妈你这什么意思啊 妈 妈 你别走啊 那她走了 我这活还没干完呢 我给她打个电话 把她叫过来 你别 我来 对嘛 摆正自己的位置 不是说和别人订婚了 就能麻雀变凤凰 陆明杰你有完没完 所有人都讽刺我说我是错的 我也知道我是不对的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得到我的爱 让我错了吗 我会让你清醒起来 对不起啊 余阿姨 我妈妈这段时间身体有些不舒服 订婚宴的事 我们晚一点再约吧 没有人真正关心我的幸福 那也无所谓 人从来就是孤独的 只能靠自己 霍宾 我们订婚以后呢 你还是海月新媒体的总裁 我会帮助你把海月新媒体做好 相信你很快就可以重现自己的雄风了 我知道你暂时放不下可儿 没关系 你暂时把我当成好朋友也没关系 只要记住 我们这一切 都是为了保住海月新媒体 所以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 跟感情没有关系 戴妃 我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没有人想过 我为你付出了多少 没事 一切都是值得的 只要你开心就好 好 戴妃 谢谢你啊 我们去看 一会儿要用的东西吧 好 您好 欢迎光临 你有什么需要的 来 来这边看看 这边都是我们的最新款式 您看一下 不好 去那边 这崔丹妃也太恶心了 这崔丹妃也太恶心了 弄护兵出去吃个饭 哪那么容易被偷拍啊 八成是自找的吧 天天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可儿 怎么样 你说去找的那个风头 今天没成功 下次再找机会吧 我上楼了 那你就好好休息一下 嗯 可儿 谁想看的 秀恩爱 不看了 不看了 可儿 我再出去想想办法 喂 嘉欣姐 现在有空吗 有有有 我现在就有空 我现在过去 好 嘉欣姐 截止当前 全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 超过六百家 并且未来五年 网络市场规模会越来越大 有研究认为 网络直播及周边行业 将撬动千亿级资金 现在直播行业的前景 大家有目共睹 就如你所说的 现在全国在线直播平台 已经超过两百家 可谓是大浪逃杀 我又为什么一定要锁定你们 海月新媒体呢 我们海月新媒体成立至今 也牵了非常多的网络主播 一直备受瞩目 一直在坚持做正能量的直播 你们海月新媒体 唐可儿 你没搞错吧 你还以为你是海月新媒体的一员吗 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海月 可我并不打算把你留下来 现在这个你说了不算 对 我说了是不算 但是你作为一名普通员工 私自约见风头 你有这个权利吗 那是因为我做的事情 都是在挽救海月 不需要你这么伟大吧 现在我是货病的未婚妻 公司的事我说了算 可儿 你确定你不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吗 佳心姐 佳心姐 请留步 你听我解释 我跟你姑姑是认识的 在英国跟你也有过一面之缘 当时你在公司学习的时候 表现非常地不错 我觉得你是一个有能力的年轻人 这次主动跟你见面 是想给你一次机会 可是事实呢 你让我太失望了 留步吧 我还有别的事情 待会儿咱们去逛街吧 好呀 我也好久没逛街了 正好去买点东西 早 吴子柒 早 小表 我来了 坐对面去 利物远点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赶紧执行 不是 我 薛爱萌 你哪那么多废话 早啊 说好了早上开会 胡静和王美人怎么没来 因为不买你的账 就不来呗 有什么奇怪的 我来也就是来观摩一下 某小人得志的样子 这样啊 霍宾今天去跟电视台的人 谈试去了 可能我们海岳新媒体将来会跟电视台合作 这绝对当权者的语气 怎么听着那么刺耳 对了 投资落实了吗 别开口闭口 真把自己当海岳新媒体的总裁了 余小淼 你什么意思啊 怎么了 看不惯我啊 看不惯我灭了我呀 灭不了我 就劳烦你忍忍吧 行了 本小姐没心情听了 散会吧 小姐 你等等我啊 又是一个陷入了爱情的傻子 你说我们的人心思都不在这儿 还开什么会啊 有病啊 是啊 我是有病 还病得不轻呢 孙总裁 我可以向你请个假去看个医生吗 啊 崔老大 我也走了 拜拜 崔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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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她正在开会 真的没空 你不能进去啊 崔小姐 你别为难我 你真的不能进去啊 崔小姐 丹妃 丹妃啊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的行为 非常鲁莽 你不应该就这样闯进来 我就问你 海岳新媒体到底能不能保住 我答应过你的事 我一定会做到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吗 丹妃啊 你知道 我在爱杰集团的战股并不多 只是一个代理董事长 这种事 我得跟那大股东们碰 我都已经答应货兵汇报 这海岳新媒体了 那现在让我怎么办 你在这儿根本没实权 我 丹妃 你知道 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弥补你 弥补你以前所受的苦 我希望你以后跟爸爸说话 不要这么冷冰冰的好吧 我 等你把答应我的事办到了 再以父亲自居吧 小苗 你听我说啊 你是喜欢我的对吗 为什么你就不承认呢 因为 我们不能在一起 为什么我们相互喜欢 却不能在一起啊 因为气氛不对啊 现在霍宾哥和可儿正处在 想爱不能爱的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现在甜蜜地谈恋爱了 那算什么呀 岂不是给他们撒狗粮 现在在一起 确实是不太合适 看吧 你也这么认为 所以啊 我们还是先帮他们复合以后 我们再另做打算吧 那要是他们不能复合呢 那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 说得有些道理 那 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 让他们俩复合 可儿 别推我 别推我 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一会儿你去多飞咖啡去一趟 我保证你有惊喜 什么惊喜啊 小苗 我还着急给海月新媒体 找投资人呢 我会帮你找的 我爸生意上的朋友 我也认识几个 你就听我的啊 你就相信我一次 反正你去就没错了 快点快点 小苗 喂 我这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看你的啦 你这一天闷在家里多无聊 我带你出去走走 我哪有闷在家里啊 我刚从外面谈完事情回来 我就想在家待会儿 不想出去 我知道一家咖啡店特别不错 咱俩去坐坐吧 改天行吗 我今天真累了 不行 就今天 你就别废话了 跟我走吧你 干嘛呀你 不就是喝咖啡吗 多大事啊 对我来说很大 走走走走 你就陪我去吧 我去还不行吗 快点 霍宾 跟电视台合作的事 我也去找了朋友 他们跟电视台的人有交情 说马上带我们去跟人谈谈 这 现在啊 对啊 都跟人家约好了 好 我马上就去 嗯 杨摩 喝咖啡就改天吧 毕竟公司的时间要紧 走吧 好 怎么还不来啊 小苗 嗯 你说的投资人怎么还没来啊 嗯 应该在路上快了 哦 哦 谁让崔丹妃带走了 不是吧 你见我来这儿 到底是干嘛 可儿 你知道的啦 我爸生意上的事 我从来不感兴趣的 他的世界跟我的世界 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星球嘛 我怎么会约他的朋友 跟你见面呢 其实 今天是我跟徐亚摩 想约你跟霍兵哥出来 坐下来好好谈谈 把误会解除的 谁知道 又被崔丹妃劫胡了 你说你们这对苦名约呀 怎么那么让人着急啊 不过我相信 这美好的爱情 总会经历风雨才会见彩虹的 小苗 这是我跟霍兵的事 我不会放弃这段感情的 虽然南东电视台 没有当即答应跟我们合作 但是呢 答应了给我做回访谈 而我呢 作为主播 就代表了海悦 我现在卖出了一小步 但是很快 就能卖出一大步 是值得庆贺 今天跟他们聊得也很顺利 相信今后还有更好的合作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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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可以 将寂寞聚散 给你最久的陪伴 相信你会懂 我有多勇敢 就像迎着风雨飘摇回家的孤帆 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 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 如果你不决定还爱着 请不要把回忆也一笔勾销 我来替你记着 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 因为我想起你是我永不变的选择 我还相信爱你是对的 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 如果你不决定还爱着 如果你不决定还爱着 请不要把回忆也一笔勾销 我来替你记着 我来替你记着 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 因为我想起你是我永不变的选择 我还相信爱你是对的 如果你决定要放弃了 如果你不确定还爱着 请不要把回应也一笔勾销 我来替你记着 因为我还在继续等着 因为我相信你 还是我永不变的选择 我还相信爱你是对的